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油烧热之后 倒入蒜片 姜片 爆香 好 爆香之后 倒入蒜片 蒜菜叶 把香味炒出来 把水去炒干 然后 倒入黄炖油辣酱 然后 倒入蒜片 把香味炒出来 胡萝卜 柠檬片 倒入高汤 完整视频叫做联系 微信 703655419 703655419 出 醋 食盐 味精 滴汤烧开之后 下入辅料 白菜 豆芽 金针菇 下两三种就可以了 稍微煮一下 好,快了 关火 把这个料 舀入这个烤鱼炉上面 舀适量就可以了 再舀入底汤 这是烤鱼炉的底座 里面可以放辣 也可以放木榻 当然也可以 不用那个烤鱼炉的底座 就这样直接端给客户 也是可以的 就看你的店怎么经营了 然后放上 炸着好的鱼块 放点青花椒 葱花 好 再换点小米辣 还可以放一点丝